改成所謂的那個第三個部分 就是說我希望全部一次幫我完成 那該怎麼做 這邊把它砍上去的項鍵下把它Delete掉 如果說我今天希望再把它整個切割的話 第一個我把剛剛的資料切割二再複製一個好了 當然你一般自己寫程式的話不用一二三 我是為了讓大家知道說這個過程 以後反正你可以不用說 不是說一下子就全部把那個很複雜的程式一次就寫完 你可以分階段寫沒關係 因為為什麼 因為你如果一下子把這個很複雜的東西全部寫上去 你可能會反而比較容易出錯 沒關係你可以慢慢一步一步來 那第三步做什麼 再來就是我們再來就在這個Sub的下方按一個Enter 然後按一個Tab 再來就是因為我整個範圍 所以我需要再給一個什麼 列的回圈 所以我有什麼 For I 空一個I 等於第二列 到它的最下面一列 所以To 然後後面的話我用追蹤了好了 從那個Range的A2好了 OK 然後向下追蹤 點END END 前瓜虎向下追蹤 點RO ENTER兩下 打一個NAS 那這個是列回圈的範圍 OK 所以從第二列 一直到這個的最下面一列 全部幫我跑完 然後再來的話 把剛剛的中間的程式 搬到FOR回圈裡面 好 記得喔 選起來之後 拖拉就可以了 然後記得 拖拉進來之後的程式 記得把它按個Tag 讓它換到下一階 意思就是說 這裡的每一個儲存格 我通通都要做一樣的事情 好 但是喔 可能會遇到一些地方要改 哪個地方要改 這個地方Split 本來是3嘛 所以你把它改成I 那它會從第二列開始幫我切割 OK 然後這邊的話也是 還有哪裡 再來 這個要改 然後這邊的話 居然的 這邊的話你不能固定嘛 因為如果你這樣子 它一定都居然的 那一直都在這個範圍這樣輸出 所以喔 怎麼辦呢 最大的問題是說 欸 那我有什麼方式喔 因為我第一個要輸出 應該是輸出在哪一個位置 這個位置 這個是第二列 從第二列幫我往下 第二列開始 欸 但問題喔 欸 我總不可能這邊直接給它一個2吧 如果我給它一個2的話 那它輸出的話 最後全部都放在G2的儲存格 一直蓋過去而已 所以我希望什麼 如果你放一個 之後的話呢 下一個就放下一個 等於是把那個2再幫我加1 存回去 然後再加1再存回去 所以喔 如果你有這種需求的話 你可以這樣 請你把這個2 先在上面 先多一個變數 我習慣用K啦 這個寫法我前面好像寫滿多 K等於2 意思就是說 那個我輸出那個位置 是從第二列開始 那這邊的話 記得把它改成K 所以第一次輸出的話 會在G2 好 但問題喔 你不能一直讓它往下 每一次都是K等於2嘛 那你可以在輸出之後的下一行 再加一個敘述 就是把K的數字 加1之後存回去 是要怎麼寫 還有印象嗎 我們之前好像有寫過類似喔 K等於什麼呢 可以下1就好了 這樣應該理解吧 OK 所以這樣子的話呢 我們程式就大功告成了 OK 所以加了哪些喔 1 我在上面這邊 跟這邊加一個4回圈 有沒有 然後2的話呢 就是要去修改這個 這個本來是追加3嘛 但是問題你不能一直放在那個 追加3的位置 所以這邊多一個K 那K從2開始 所以K等於2 這個位置 那每放一個之後的話呢 讓它加1 所以K等於K加1 寫在下面 它就一直往下了 這個方法還蠻好用的 而且還蠻簡單的 還蠻萬用的 後面還會遇到喔 OK 之前也用過啦 OK 然後來試一下 那這樣的話OK了 按F8好了 我們要一下 如果按直行 它應該全部跑完 然後呢 K等於2嘛 那我這個說 For I 是第二列開始 幫我切割 但問題喔 切割喔 特別注意 我順便跟各位講一下 切割完之後那個 這個陣列喔 我們游標放上去 它不會顯示 當然如果你要讓它顯示的話 有一個方法 你可以喔 按右鍵 新增監看式 那監看式的話呢 它就可以監看這個變數裡面的資料喔 然後呢 我就把這個AR 當成是一個監看的一個變數 那你會發現呢 這邊就有個AR 你現在把它展開 你會發現喔 裡面的話呢 只有放一個 為什麼 因為這個裡面現在是只有一個 它就可以讓你去做監看的動作 然後我再讓它跑 所以它就跑 U棒裡面應該得到0 所以0到0 那就剛好跑一次 有沒有 然後K等於K加1 那K加1就等於多少 等於3 因為再往下 就放下面一個 然後再來的話就第三列了 所以IE現在等於3 那Splitter之後你會發現喔 這個AR 現在如果切 現在是這個嘛 如果再按F8 你會發現喔 它AR裡面的值就變更了 因為呢 它重新又取得一個 把它蓋過去啦 所以變數嘛 什麼叫變數 資料可以被蓋過去 覆蓋的嘛 裡面會改 可以改變的值嘛 OK喔 一個一個 資料其實都會 重新再產生一個正列 然後呢 蓋過去之後 這個U棒等於2 那一樣嘛 所以往下放 那就放在K3的位置 K等於3 然後就G3的位置 那K再來的話 把它再加1 加1寫回去 那就變4了有沒有 以此類推啊 底下我就不慢慢跑了 就直接讓它執行 OK 這樣的話呢 就全部OK了 有沒有 全部都幫我切割完了 當然如果你要再做一個清除的話 清除的話其實很簡單 清除最簡單的方法就是 你就乾脆拿這個切割 這個程式複製下來 然後把這邊改成清除 清除 但是回圈這邊K不用 然後其實只要把這個回圈裡面的東西拿掉 然後把G留下來 這裡面的話應該什麼 這個應該是I嘛 然後裡面的話呢 G欄的DI 裡面等於空的 這樣的話就清除了 OK 然後把它執行 理論上應該就會把資料全部清空了 OK 分割 清除 OK 大功告成 應該可以懂我的意思吧 所以特別注意 沒有多太多東西啦 主要就是這個K K等於K加1 那請各位試試看 畫面現在還給各位一下 OK 所以你會發現寫完的程式 其實 程式不多啊 頂多就是兩個回圈 再加上一個切割 兩個回圈 四行、五行、六行、七行 總共八行 這個問題就解決了 OK 試試看